Betty,你嘗試將十四、十五、三節的內容大約說一說出來 你們有話說今天明明 今天明天我們要去一個地方在那裡住一年 就作販賣是有得益存 其實你們明天原來不知道是怎樣 你們的心靈又是怎樣 你們原始一片凡霧 可能有的東西出現小事的時候就沒有了 你們指當時力主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在世的時候 如果可以做的事就要生事做 OK 你覺得這個含義是什麼 這裏是主要的訊息 誰都可以說的 我講 你講 這個訊息就是我們人的眼睛是看到的 我的眼睛看到 我看的是現在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明天的 我們那些人經常都發口自己說 我明天已經移民了 我要移民去哪裡 我要做什麼 其實你鋪排這些將來 其實都不是你手中 上帝說你要依靠它 因為你的生命其實是很短暫的 好像一片霧一樣 超早有霧 太陽出來霧就散了 不見了 你的生命就是很化學的 那你要依靠爺 你要依靠爺 還依靠上帝 你要做化學的 以及你要及時行善 武義善小而得為 OK 好 非常好 你把這個意思解釋得很清楚 好了 看這個經文 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怎樣 我們不應該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 以及神的屬性 這三件事 我們去想一下 我們不應該什麼 不應該憂慮 不應該憂慮 這裡其實主要 不是說憂慮 主要是說什麼呢 以靠神 即是說 前面的路我們不知道 是的 我們沒有把握的 是的 我們沒有把握的 那 會不會 問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都不要計劃 有沒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不要計劃 意思是 他想針對的是不要計劃 還是針對什麼呢 其實呢 他是針對什麼都要依靠神 當然我們每天都要有計劃 當然我們每天都要有計劃 那麼我們計劃的時候 都要討報神 還有跟神 如果神願意 我明天要做一件事 好的 他針對 就是針對一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針對群 那個不好的行為是什麼呢 誇口 誇口 覺得自己做到 靠自己的能力 就是針對自己的能力 非常好 你可以說得出 針對什麼 而應該怎樣呢 就是 不要 誇口 不要靠自己的能力 而應該什麼呢 謙卑 謙卑 還有 有一個隱藏的意思 還有一個隱藏的意思 就是 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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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順復神的帶領 神的祝福 好了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這裡 有時候 經文未必直接說出來 是需要在 有時候 反面 有正面 或者背後 幫助那個是神 在這個情況來說 到底是 他的屬性是什麼 為什麼要找屬性呢 就是 當你知道神的屬性 你就會對凡事 對神很有放心 很順靠祂 很有依靠祂的心 就是深信祂一定會做好的事 這裡背後 他沒有說的 這段經文沒有說的 是你要發掘出來的 上帝的屬性就是 是 但是針對這個經文 針對這個經文 針對這個經文 因為神的屬性很多方面 是大有能力 哪方面的能力呢 是 上帝可以祝福人 收取禮物 也有慈福禮物 你針對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就是 主要人的困難是什麼呢 是我們對於前路 是看不到的 我們不能夠看見的 而針對這方面 神是做些什麼呢 神會 他帶領 除了帶領 他帶領都有一件事 他才能夠帶領 他似給人恩典 但你 specific 意思是 就是針對這個經文 人的信服才能帶領 這個就是 你怎麼樣 他怎麼樣 那種條件性的 你信服 他會祝福你 那種的情況 這個和 這個屬性 和神的本性 這個我講出來 他的本性是什麼呢 他是掌管全世界的東西 他知道了前面怎樣 於是他能夠帶領 一條路 和保守你那條路走得好 人不知 但是他會知道 只要我們聽他 和親近他 他就會帶領我們 行去行路 你講不到這個意思 那就是針對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要靠自己 不過 是不是就是說 我對前路什麼都 沒有盼望 沒有計劃 不是 因為聖經有講到 這個屬性 是由這個經文看不到的 是由全本聖經 因為全本聖經 就是說什麼呢 神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日子上面 已經寫了你的賊相 是由詩篇139篇16節 神已經寫了 有一個計劃 計劃好了 將來的事 如果我們走入他的計劃 我們將身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這個善良 順全可器的子 就是他有一個完美的計劃 這個計劃呢 就不會說 忽然間你在做神的計劃 突然就死了 沒有錢 就是 人們都做不到神的計劃 不會這樣的 他的計劃是很完美的 所以這條主要就是 人們是驕傲 靠自己 以至失了神的計劃 他就針對這個 而背後呢 就是因為神掌管一切 即是先你說 帶領的時候是好的 但是呢 帶領必定有背後 他有這個能力 掌管才會帶領 例如有一個人說 我帶你去山獄 但是他根本都不知道 山獄的路 他就說 他就帶了 不過他就不知道 帶了到哪裏 那時候呢 就是他幫不了我們 但是神掌管一切 而他能夠帶領 這件事對我們 加添我們有什麼信心呢 交堂 對 交堂 對 也不用怕 前面的路 怎樣都不用怕 他一定有好的路 只要我們聽他說 那條路一定是越來越好的 OK 好 好了 然後最後一節 人若知律行善 卻不如行者受死 他的罪了 這裏講出 這是一個律法的經文 恩典的經文 就是直接說出恩典 這是直接說出律法 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如果我們知道行善 卻不如行者受死的罪了 那他講出什麼罪 即是 不行善的罪 是的 不行善的罪 但是他有加了一個意思在這裏 知道 你知道是怎樣 知而不行 知而不行 這就是罪了 知道而不行 這就是罪了 那 即是我們 知道一些事情 我們應該去做 比如我們應該知道 愛神 愛人 傳呼音 救人的靈魂 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去行 那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這個經文 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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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法分明 OK 神是喜歡行善 是 這個非常難 這兩個屬性的對比 神是喜歡行善 這個你是嚴厲 這兩個都對的 一個是恩典 一個是律法 主耶穌叫我們 勁難 是 勁勁勁 是 但是呢 我們其實就是 只是律法 是令到人害怕的 只是律法 是一定背後 一定有恩典的 就是 神是行善的 還有什麼呢 聖經裡面 關於這個節經文 就是我們要跟這個 經文relevance 就是跟它有關連 就是不要說 沒有拉奸的 就是 在這個經文裡面 神的屬性 它是行善 還有什麼呢 這個呢 有時候需要你們的想像 就是配合聖經 其他經文 所以他看行善 看得很重 OK 他所愛 他希望所愛的 他的子民 都會去行善 保則的話 就會是罪 OK 這裏你就講律法 是OK的 其實恩典律法 都OK的 不過我們知道 知道我們講的是什麼 他看錯我們行善 如果是恩典 我就會這樣講 我待會先講 你那裏 將它配合 和佛 那就是什麼呢 本身神是行善的 還有祂是 感動人行善的 即 凡是那些人在神裡面 他就會感動行善 然後呢 行善的時候 神又知道的 還有神又賞賜的 還有神又被人知道什麼是行善 聖經給我們知道 和神都會告訴我們 即他知道什麼是善 他又會感動我們 你應該做什麼 你幫這個人 這樣 即是神 祂是行善 祂又能夠 祂知道怎樣行善 祂又感動人去行善 祂又給人力量 這些跟這些全部有關 祂又感動人行 祂又給你力量 你走到祂又記得 祂又賞賜 是不是全部都有關 但當這個人不聽話 明知道而不去行善 即是聖靈感動他 祂不聽話 這樣的時候 神是知道神是不喜悅的 神可以管教 神可以懲罰 這就是律法 我們每次講的時候 我知道我講的律法 和恩典 我會用恩典推動我自己 用律法提寫我和我做什麼 推動力最好是恩典 就是神是 在神裡面 我會動力行善 我會有能力行善 神又會紀念我所做 於是我越做越開心 神就是 我給一杯涼水 神都紀念 我做什麼好事 神都記得 就算我很多未做好 神都 總之我悔改 神就接立 我未做完都不要緊 總之我有進步 神就歡喜 這就是恩典推動我 律法也有推動 律法的推動是警戒嚴厲的 你不敢做 你就犯罪 犯罪可以懲罰 這也是我們的提醒之恩 我們不聽神的話 就會有後果 就會有管教 會懲罰 這也是一種推動力 不過 最好基督徒不是經常這種推動力 經常這種推動力是怎樣 我今天要做什麼 如果不做 神就罰我 我會做了 神就罰我 我要好小心 這種動力帶來什麼 基督徒 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我們分辨動力 最主要是恩典 就會輕鬆 就像我爸爸很疼我 我做什麼都很歡喜 我做什麼都很歡喜 我做好的事就很歡喜 那動力就很正面 我們分辨到什麼動力是正面 什麼動力是正面 律法的動力都應該有 聖經有說到這方面 但我們知道 心就不會害怕 而做什麼呢 聖經就在律法 吩咐我們做什麼 就是律法的作用 其中就是告訴我們 做什麼 就是我們知道行善 我們就去做 這個知道也是聖靈的感動 所以我有聖靈感動 我就去遵從神的吩咐 你這樣看聖經 就會看到神的屬性 就會有安慰 但有些人解經 例如第一段 他就說 你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很有把炮 你就知道自己很厲害 你又整個計劃 神就把你的計劃拆毀了 這就純粹是律法 你這樣做 神就不喜歡 但是這樣又怎樣呢 而很多人知道 教你做什麼 教你做什麼都是律法 你做什麼 你要信教神 這是對的 不過動力應該由因典來 我用回人的比喻 我太太 我愛我太太 這是律法 我應該做 但是我的動力是什麼呢 因為他又很愛我 我是很愛他 而我做什麼呢 是令到他更加堅立 更加開心 更加 我們的婚姻更加好的 是神喜悅的 這些就是恩典的動力 正面的動力 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是恩典的動力 大家覺得難不難有恩典的動力 因為你的心中 都很多律法的警戒 或者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覺得很難做 於是就覺得很困難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 經常在律法之中的人 就會有這種後果 就是經常看到自己都不虧 我怕是自己做的決定 不是跟神對齊 不是走一起的慈意 OK 好 你說出這個情況 我們又嘗試回應它 由聖經 神的什麼屬性 可以幫我們克服這種困難 怕我們做的決定做錯了 那有什麼地方可以幫我們去面對這件事呢 有什麼神的屬性可以幫我們 有什麼神的屬性可以幫我們 神愛愛地 不想我們這樣 是 他愛我們不想我們這樣 除了他不想我們這樣 不想我們這樣 其實是遂律法的 不想我們不要做什麼 想我們做什麼 這個是律法 要我們做什麼就是律法 恩典是什麼 他給我們 他給我們 加力給我們 這個就是恩典 我會這樣回答你 在這裡 恩典就是什麼 神其實有一個完美計劃 只要我每天尋求祂 我親近祂 祂就會帶領我行這個計劃 我盡我的能力去放下我的意念 我身近神 求神帶領我 那我有的感動 我就 我又分辨 用聖經分辨 聖經也是 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會帶領我走這條路 於是 我就知道 我根據聖經 和根據聖靈的感動 我會走到神 帶領我 這就是信心 雖然有時候我們計劃也有級數 譬如有個人想侍奉神 他最初的級數只是關心旁邊的人 這就是一級 第二級 他開始懂得顛固人的靈魅 第三級 他開始大力少了 他一邊侍奉他也有級數 我們級數可能一開始未去到最高 但慢慢由最初行神的旨意 例如有些初信的基督徒軟弱 他們走到 他肯祈禱已經很好 他肯悔改已經很好 他未必走到最高的級數 但都是在走神的路 都是神起的 我們有時候未必一下子 去到最高的智慧 都不要緊 那我們就會放心 總之我尋求神 神感動我我就照做 那我就不用擔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神才會感動我 是不是就是要等候 其實神的感動 你等候不等候都會收到的 你等候是好的 但你看聖經 神已經會感動你 聽到神已經會感動 會有些意念給你 不要擔心 不要靠自己 祝福人 愛人 這些都是聖靈的感動 在你心裏面有種 有時候做一些抉擇的時候 譬如 我應該離開這間公司 我都要計劃 我應該找哪一類的工作 這一類都尋求神的旨意 如果是神開錄的 不知道是否神的旨意 我很想走上神的旨意 在這些情況 即是我要做一個決定 有很多因素 第一類的因素 我分辨 到底這間公司 我會否認識我 能否做到 我又去找不找到 這些都是一個因素 以及走不走到這條路 另外就是尋求神 最重要 神啊你感動我 我是不是應該留在這裏 還是我去找其他 心中的平安和環境 都是一個因素 總之神會透過所有的東西 合起來 你都可以找其他基督徒 和你一起為你祈禱 尋求神 到底哪一方面是最好的 你有這個心 神知道他就會幫你 那我們就放心 就不會說死了 我走錯了 我以後呢 走錯路 以後我都回頭 死了死了 這樣就害怕了 我們現在總括這個經文所說的 你先問這個問題 和這個也有關 因為是前路的問題 對不對 這裡最主要針對的罪 就是靠自己 截跨 而恩戀就是神老祖 有計劃 所以我們不用怕 不用擔心 神一定會帶領我的路 我信靠祂 我們就會走到這條路 他會一步步引領我 我只要身近他 他就會帶我走到這條路 而對比就有些人很驕傲 我要做什麼大事 做什麼大事 神可以不喜悅 他可以放一聲 可以離世 可以的 可以的 有時基督徒都有的 有時有些事發生了 是不是神做 或是他本身的錯誤引致 我們到天堂才知道 有些基督徒 一聲都可以離世 或者一聲都沒有機會 都可以的 即是人做錯事 不肯悔改 不肯親近神 是可以帶來神的管教 或者很嚴重的後果 都可以的 我今天講的訊息 都會提及這件事 因為講到 不要白佔地土 我已經講到白佔地土 那個要斬下來的 好了 總之神有了路 所以我不用擔心 然後下面說 神是行善的 他有感動人行善 他有給我力量行善 所以我這條路可以放心去走 神就會帶來我祝福我 看什麼經文都看到 神背後的恩典和律法 恩典就是他給我什麼幫助 他有什麼能力 律法就是他叫我做什麼 還有不要做什麼 還有做了什麼有什麼後果 那我就留意了 那我就跟從神 但是他的動力和放心 就是從恩典而來的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請到天父多謝你的話語 求你幫助我們 從整本聖經去明白你的話語 因為聖經裡面所講 一切吩咐我們做 聖經也有講到 我們怎樣有動力 有能力 怎樣能夠有智慧去做得到的 求你幫助我們 對我們前路有信心 因為神早有計劃 我只要將身獻上 當作活祭 不要下閥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進入神這個善良 純存可氣的旨意 主一願意你帶領我們每一個 都入你的計劃裡面 不要偏離你的計劃 走在你完美計劃 當我們知道什麼是善 我們就行 知道什麼是惡 我們就不要行 我們知道行善 而不是行就是罪來的 但是神你會感動我們去行善 你會加力量給我們 能夠行得出來 多謝天父 一個人 一個人 沒關係 小人